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环境设计学的学问 说得没错 如果仔细分析部分家居风水理论 也有一些与身外设计理论不谋而合 确实未必是纯粹迷信 例如窗、门口怎样摆位 实际上影响到自然风怎样流动 床头、饭桌向着哪里 有与彩光、隔音等等有些关系 今集的身外设计 户主就有各种不同的风水要求 需要设计师配合 单位的原本间价会全部拆除再做 适当加上不同类型的灯光和屏风 迎合户主的要求 旧有的装修其实都不算太残佑 不过因为户主需要大量储物 摆到周围都是贵 感觉就比较笨重了 就要设计师出手 将储物空间和室内设计融合在一起 做到又实用又好看 还要適合风水 这家屋的户主是一对老朋友 预备退休之后一起生活 互相照顾 户子上不同一般的家庭式 要为两个人提供各自的私人空间 不过共通点 始终要做到和谐的色调和舒服的灯光 让每天的起居生活都充满有限的感觉 翻身单位迎接退休生活 两个户主希望阔别过往沉满的起居生活 所以设计师Ray的首要任务 是要将本来沉实的家居 透过优雅的设计变得更生动 本身整个单位客饭厅都是比较暗的 所以我们就不想再用一个深色来做主色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浅色来做一个出发点 再加上 户主其实对于风水上的颜色都有些要求 其实他们就要用一些大蓝色的颜色 去做房间的风水颜色 另外我们亦都想整个屋出来的感觉 有一种优雅的感觉 那我们就将蓝色再加上淺痕色 淺灰色这些颜色来做一个配襯 这样就营造整个屋一个优雅的气氛 单位每个部分都用上不同深浅度的颜色 来连贯全屋 单单是客厅就已经有不同层次 使得由玄关到饭厅都可以逐一俱分 大门我们就特意用了一个蓝色 来做大门的颜色 其实我们那里就是 第一就是想玄关那里的颜色 是跟客饭厅分开出来的 让别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位置就是玄关的位置 另外第二样东西就是 因为其实整个屋的颜色 都是比较偏浅的颜色 我们想丰富整个屋的层次感 所以我们大门那里就特意用一个 比较深的蓝色去做我们的设计 另外因为我们都想玄关和客饭厅的空间 比较容易区分 那我们就在地面那里就用了不同的砖 那玄关就会用一只大蓝的砖 那接着去到客饭厅那里 就是用一些木纹砖 那由地上的砖用了两种不同的物料 去区分整个空间 退休之后的起居生活 都不会觉得单调佛味 适当运用物料和颜色 提升生活品味 弧形线条给人的感觉是柔软一点 感觉是比较女性化一点 不会有一种很硬正的感觉 所以这样就会比较理想地 带回我们想营造的优雅感觉出来 近三十年的物业 必然会出现一些被淘汰的开职 但也不一定要用改职来解决 加些适合的傢俬 反而可以将製走变成便利 这个单位有一个问题 就是开职比较有三尖八角 特别是厅这一栋 所以在长角那里做多层架 一方面可以满足到户主要摆东西的要求 另一方面就将这个电视柜延伸过来 看起来都是以扭径为主 感觉就差了一点 所以平时在这里休息 都是以落帘为主 不过这样 这幅窗帘就不是传统布帘 两边拉同一种 而是这种卷洞式 Raya 为什么你会选这种窗帘 因为传统的布帘 它就比较软一点 看起来的感觉就像一件未烫静的衣服 所以我们这里就用了一个卷帘 它看起来就比较硬身坚挺一点 看起来就会整齐和整洁一点 我看这里有两幅窗帘 是的 因为一幅就是透光的窗帘 另一幅就是遮光的窗帘 即是平时生活也好 如果想有些自然光 落了窗帘就可以了 是 没错 很多时客饭厅的摆位 跟我们现在的单位是对调的 但我们经过考虑过之后 其实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令到我们有现在的布局 第一想客厅的墙身比较大一点 第二就是因应厨房的位置 我们就想饭厅是跟厨房的距离比较近一点 所以就有现在这个布局 户主另一个要求是储物量 两个人住有不少杂物需要地方摆 七百多尺的单位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尽用每一处就会好好洗 户主他喜欢煮食 内河厨房的储物空间就有限 所以我们就偷了工人房床底的位置 就在这里做一个大型的储物柜 让户主可以收纳更多的储具 为了满足户主的风水要求 设计师都可以在布局上高多发心思 就是大门对正主人房 但都不一定要改积来迁就 最简单 更加东西隔一间就可以 因为玄关那里 其实户主他不想一开门的时候 直接看到他主人房的门 所以我们玄关就做 利用玄关的鞋柜去做一个屏风的效果 为了令到主人房的门 不要静对着大门 而且户主又喜欢招呼朋友 所以在走廊这里加多一道烫门 就可以分隔开睡眠区和客厅 增加户主的私隐度 不止是厨房工人房用到尽 书房也是 本身是教书的户主 书籍收藏特别多 这间房由地去到桌面 都可以给户主收纳珍贵的书 在书房这里 除了书柜和书桌下面的储物柜之外 还有一整幅地台 可以满足到户主的储物要求 而且这里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变身成为客房 只要在地台上高 加回床褥 就可以变成地台床 去招呼客人 步入退休阶段 享受生活极之重要 两个户主睡眠区的设计 特别柔和 令到他们一回家 就可以享有度假 为了丰富我们睡房的设计 在背后的墙身 我们用了一个 云色配搭的墙子 那个墙子里面有不同 深浅的蓝色和痕色 再配上我们 蓝色的床头门布 就可以丰富我们整个设计 带出一个优雅的效果 延伸到主人房 同样是用了蓝色作为主吊 睡床后面的墙身 以至枯上等等 都是不同深浅的蓝色 主人房主要是因为 一些风水的考虑 所以天花那里 没有做到任何的天花照明 取而代之 我们就在墙身那里 用了一些照明用的壁灯 去令到房间的照明充足 客人除了储物空间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他想空间感比较宽 所以在我们主人房的衣柜 我们没有做到一个 由顶到底的衣柜 反而我们在衣柜底 和衣柜顶 都留一些空位 看下去的时候 就不会像一梦实场 从而令到主人房 看下去的空间 就会比较宽 是不乐的 外面的景很开洋 不过对正在医院 被人冷冰冰的感觉 所以在主人房窗台 用暖色系 就可以平衡室外 和室内的气氛了 就算踏入相对干燥的秋天 香港的浴室环境 都很难避免成为煤菌的温床 瓷砖或洗手盘边缘 滋针煤菌也在所难免 用化学清洁剂 虽然清洁力强 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小动物 或也会有顾虑 担心漂白剂的气味工碑 或有腐食性 对身体有害? 就算不用强力清洁剂 也还有更便宜 而且随手可得的代替品 可以简单去除 未食入深层的枯构 休息回来 继续与化学博士学习 如何应对浅层煤菌 喜光,我们看到洗手盘边缘的缘 有些粒 可否用一些家里 可以很容易取得的材料去做清洁 这样的继续 通常是一些霉菌 那些代謝物 它通常会变成深黑色的东西 或者有时咖啡色 有时配黑色 通常来说 其实我们处理方案 很简单 第一 就给它一个不好的条件 不好的条件 就是霉菌不喜欢的 但这个就没有期望继续有效的 通常有些可能 如果糖盒是酸一点的 可能霉菌不喜欢的 因为霉菌 可能它喜欢的pH 可能不太低 那你给它酸 那你给它酸 那你家里有酸 酸的 就是柠檬 尝试买咖啡 但是你不要期望 你一做完就不见了 那些霉菌 因为真的要不见了 就会有其他专业 这些飓白剂那些 如果在家里没有 那你不能试试 但是有一个方法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其实家里的 万能清洁剂 就是这一个 牙膏牙刷 你牙膏就是 隨便什么牙膏 最好不要买贵的 牙刷是最便宜的 牙刷是最便宜的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贵的 基本上 你用的原理就是 你摩擦 就算有蠔子的面頭髒也是這樣清潔 有銀頸鏈髒也是這樣清潔 這個就是清潔部長的簡單 不用加水的 你乾添一點牙膏 其實用的道理就是磨 現在這裡是黑色的 黑色就磨不走 因為黑色入了裡面 面頭這個黑色有機會磨得走 沒有的,它只會把面頭 黏在黑色的部分 你就不斷地用物理磨擦的方式 一邊磨,它就會變成微粒 總有一個機會不見 但這個也是一樣 不要期望你立即看到明顯效果 但效果一定有 我想你也看到效果 其實是真的沒有了 但我剛才一早說這個清潔 為什麼這個在裡面 紙巾 忍一忍 其實是 CORUS 我和你都不是長得太高 有沒有經驗 坐甚麼椅子都覺得好像有點不舒服 不是,有時因為吊腳 連坐姿都要遷就 令腰痠背痛 如果可以按住你的身形 量身訂造一些桌椅子 就可以坐得更加舒服了 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 去服裝店選擇西裝的時候 無論是襲衫、西褲或西裝外套 都可以因應自己的身形 有不同長短可以選擇 不用再改短或放長 來現在這個這麼貼心的做法 連選家師都可以做到 一起去了解一下 你好,Mandy 為什麼市面上多了一些 類近獨新訂造的傢俬 從何時開始見到 因為近年多了實木傢俬進口 是特別為亞洲人身形設計的 它的布料、木種 都有很多選擇 衣服的儲存成本 比較低 基本上都可以即日拿到貨 但傢俬相對大件 起貨時間應該都會長一點 以及價錢上都能否反映出來 製造實木傢俬的原材 是用樹木切割出來 機器和人手加工 價錢會貴一點 這張椅子是人體工學椅子 它的椅背、椅腳 都是根據亞洲人的身形 以及生活習慣設計 所以當你坐下去的時候 它的設計會承托你的腰椎 令你很舒服之餘 亦是一個更加人性化的設計 而這張椅子的實木框 以及免料都有很多選擇 亦都會根據不同客人的高度 可以去訂造座高 這件傢俬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摺摺的狀態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它是甚麼 讓我打開它給大家看清楚 其實它是一張線條非常簡約的方形桌 可以坐到四個人 做飯桌或工作桌都可以 不過這不是它的真正用途 反轉這個面板才是 看見這張桌是綠色的地方 就知道這張桌實際是娛樂用的 就可以叫親朋戚友 一起決戰四方食 所以這張圓也會選擇 然後可以選擇 然後配一個優惠的牛排 市面上要找一張漂亮的麻雀台 難度很高 所以公司和一個日本傢俬品牌 推出了一個北海道製造的麻雀台 而這個麻雀台可以雙面使用之餘 還可摺疊收納 木種上可以選擇不同顏色 而面料亦有不同顏色可以選擇 可以配合家居的不同風格 這張桌子的高度都有不同的選擇 由70至75cm配合不同身型的人 市面上的梳化有很多時都很大張 而這款日本的梳化很靈活彈性 除了可以一張作為一個長層外 還可以配搭不同的部件 成為兩人梳化或者三人梳化 你見到它的結構上使用了曲目技術 它的承托力是來自整個框架 而上面這些布料的承托也可以拆出來洗 而當中最特別就是這個浪腳椅 它是可以調校角度 例如這張平面的可以坐人 而調校角度之後 配合梳化 就可以是一張單座椅 剛剛看過的傢俬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全部物料都是實木 當然價錢上也反映得多麼矜貴 我們平時怎樣可以保養延長它們的壽命呢 首先如果說實木架式的表面 如果你遇上任何熱的東西 都有機會是辣傷它 所以如果你要放熱的東西 絕對要放一些隔熱墊 而關於清潔方面 你可以說用一些除塵紙 或者乾濕木布清潔已經可以了 絕對不需要用一些強烈清潔劑 如果不然過路清潔會令木材很乾 隨著時間的使用 或者天氣的變化 它表面的光澤會變得暗雅 所以可以用一些市面上可以見到的木立油 這些木立油除了可以令到光澤回復之外 它表面上的細紋 其實它都可以有自行修復的能力 其次還可以增加木加斯表面線水的功用 港式面設計要追求自然感 但家居更重要的就是講求住得方便、用得方便 就算設計得美 如果需要喜居生活 一舉一動都要就住就住 怕會挖花些東西 其實都不算好好的裝修設計 尤其是廚房 作為工作區域就是最需要用得實用的地方 與其追求金貴的天然物料 倒不如用耕用的人造石材 人造這個標籤都不一定是負面的 經過加工的材料 有時候更能夠設合實際需要 而且能夠度身訂造 滿足不同類型的開織 具體訂造需要考慮些甚麼呢 石英石和無縫石又應該怎樣抉擇呢 今集的裝修解物 林Sir會繼續一一解答 這種人造石一定要是現場度赤 現場施工 現場選擇材料時 我們有甚麼細節要決定 首先一般石公司都會問你 你要甚麼檔水 即是台尾 需要兩吋高檔水在後面 或前面需要矮檔水 通常不只是做前面 可能整個廚房或廁所 三邊都會做矮檔水 這個就自己決定了 究竟你有沒有需要 因為其實沒有檔水 感覺比較美觀 有檔水有它的功能 所以要決定檔水 告訴石公司 盆方面有沒有選擇 盆方面可以自己買 買洗手間的瓶盆 或者廚房的星盆 給石公司配對 又或者由石公司提供 他有限選擇的盆款式 好處是可以做到完全無縫的效果 所以就選擇這些 如果自己預備盆給石公司 最好在度尺的時候 就已經準備好星盆 洗手盆 或者廚房主食樓的開孔尺寸 都給公司 他才可以準確度尺 用瓶盆也有不同的玩法 好像我這隻比較大 就是石蓋著星盆邊 玻璃膠擠在裡面 看起來比較美觀 不好處 可能玻璃膠發毛 自己也會難清潔 而你身邊這個盆 就露出不鏽鋼邊 好處是不用擠多玻璃膠 就沒有玻璃膠發毛的問題 這種毛縫石的顏色相對比石英石 如果對比性能 毛縫石和石英石比較 哪樣的性能可能會更厲害 性能都有明顯的分別 通常我們分為抗污能力和硬度 先講硬度 假設我現在錯手斬雞斬到桌面上 我相信毛縫石就傷得多 因為毛縫石密度沒有那麼高 石英石就硬很多 藍鉗保證一定是斬刀下去會不裂 但相對地一定是硬很多 損傷都會細些 至於抗索色 又假設有醬油咖喱汁滴在幾個小時 不處理 其實石英石的密度高些 所以抗污能力都會好些 毛縫石可能都有索色的成分 所以這兩個因素都多了 些人會去選擇石英石 但石英石就沒有了毛縫的特性 又有另一個問題出現了 可能會多些這些瓦位 是的 毛縫石的優點就是毛縫 石英石就多這些 尤其是擋水位和平面石的瓦位 前擋水可能有 高身的後擋水都一樣會有 很多護主看到這條瓦就害怕了 這麼短你都覺得有點擔心 整個廚房檯面這麼長 可能人們都會覺得很難清潔 除了擋水之外 石與石之間都有明顯的接隔 縫隙位 所以想起清潔問題 都多了人對石英石的選擇 有多一個阻力 今天我們對比了兩款的廚櫃檯面 有石英石和人造石 人造毛縫石要度身訂造 會不會貴一點點 會 香港的毛縫石絕大部分 都是韓國進口的石材粉 再加上要師傅等做好廚櫃 再上現場 鋪石 安裝 所以成本是貴一點的 平均是800元一個直尺 至於石英石 通常都是傢俱廠做傢俱櫃的時候 順便做一塊石英石到香港 所以成本上會便宜些 四五百元一個直尺 都可以處理到 差不多差一半 不是的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大家可以下載有線新聞APP 可以重溫每集內容 追蹤我們的專業和觀眾群組 緊貼最新資訊 如果大家有什麼家居熱量 都可以透過這些途徑發問 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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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